而國內累積至今 一共是有二十八起武漢肺炎病例 昨天疾管署也公布了確診病例的全臺分佈圖 其中就以臺北市七例是最多的 總計國內的確診個案 一共是分佈在九個縣市 除了臺北市病例數最多之外 其次則是彰化縣 以及新北市各有五例 而新北市病例數 從原先的三起 較前天又再多增加了兩起個案 累計現在因此達到了五起病例 另外在臺中市的部分 目前也有四起病例數 不過針對這樣的資料公布 疾管署副署長莊仁桑則說了 其實這些人群都會移動 也因此即便知道個案的居住地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指揮中心會密切掌握所有接觸者 還有相關的活動時 原則上是不會隨便公布各自的 就直接明講 因為我覺得這樣 我們才不會這麼掉以輕心 病例民眾召集 喊話公開確診地點 只怕疫情就對自己加門口 如果有講 那會怕恐慌的人可能就會遠離那個地方 我是相信政府的做法 因為他們畢竟有很多方面的考量 經濟什麼商業全部都要考量到 聲音擴散似乎讓指揮中心 倍感壓力 23號下午公開確診個案 居住所在地 台灣地圖還用顏色區分 病例多寡 截至23號晚上10點 只公布26個案例 其中台北市7例佔第一名 根據公開自樂比對 案24例退休婦人 不排除就在新北市 24號早上5點43分 新北市再更新兩例 最新宣布的案27和案28父子疑似都在這區域 機關署絕口不提詳細地點 但用地圖就能推敲 這公開資訊明顯不同步 適當的程度的公布是要的需要的 這樣子有助於提高警覺 必須採取一些必要的揭露 都是為了要防止更大的疫情擴散 那個地圖本來本來就就在 以前的在我們登革任何公布到里 各方面的 那這一次的我們大概就把里也拿掉 確切地點講不講各方意見多 但最新確診復職案例早在23號下午2點公布 地圖卻晚15小時才更新 並立位置公開與否 地方政府和中央認知不同 要怎麼安撫民心 恐怕更是防疫難題之一 記者張士澤黃靜寅台北報導